據多家媒體報導 北韓幾天前至少發射了兩枚短程導彈 這個將會是平壤大約一年來的首次發射 《華盛頓郵報》星期二首先報導了北韓的這次導彈發射 說北韓上週末發射了多枚短程導彈 但是沒有提供其它細節 沒有透露聲明的美國官員的話是證實了這個報導 目前還未清楚北韓試射的導彈的種類 試射時間和飛行的距離 美國和南韓官員沒有立即回應美國之音的置評的要求 美國和南韓官員通常在北韓發射之後沒有多久提供細節 平壤通常也會在第二天在他們的官方媒體的頭版上報導試射活動 這次上述的情況都沒有發生 這令到一些專家懷疑是不是試射的導彈是小型導彈 還是逃過了美國和盟友的雷達的探測 如果得到證實 這次試射在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 和國務卿布林肯訪問了首爾和東京幾天後進行的 正在對北韓政策進行評估的拜登政府 試圖恢復於北韓的談判 但是北韓表示不會對對話是作出回應 上星期北韓猛烈地評擊了美韓聯合軍事演習 說對他所認為的造成的挑釁行動是發出警告 西方中央與眾議員會的部長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